罵得最狠的一次 就是在纽约 纽约的评论家就说 谭顿最好是一辈子 就去写二胡 为什么他一定要去写小的琴呢 中国人就写二胡 写笛子就够了 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写大的琴钢琴呢 他说酒就是酒 啤酒就是啤酒 我就觉得这个很恼火 他就觉得中国人最好是 就写中国的音乐 中国人写的音乐 就是最好是这给中国人听 我觉得这个不对的 你知道吗 几千年之前 秦始皇认为他是天下的皇帝 我也认为我是天下的作曲家 我觉得我写的音乐 就是给全世界人听的 所以为什么不这样之中呢 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 我是用我的角度去看小的心 我在我的眼目中间 小的心和二胡是没有区别的 正因为没有区别 所以二胡有更大的空间 按小的心也有更大的空间 正因为这个空间的拓宽和隔阂的破裂 破除而使得我们人类的文化 将要更大的发展 我现在觉得最麻烦的是 现在表扬太多了 其实表扬太多了 搞得我心里很光 知道吗 因为扬得太多了呢 我倒是觉得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不是跟你讲过 我就是想成为出头鸟 只要把这一枪打中我的脑壳 或者把我给制死 我都觉得蛮好的 其实我很欣赏冲浪的运动员 我觉得他们永远在浪尖上面 就像一个出头鸟一样 很过瘾 但是呢 同时我觉得表扬过多了 也会引起我的困扰 有时候我觉得没劲 有时候觉得 特别是有时候 你如果遇到的表扬多了的话 你就会觉得 这个东西好像是不是不够劲了 就像你炒一盘菜 谁也不说 哎呀这个太辣了 这个说怎么这么咸呢 或者是 哇这个鲜的不得了 如果没有一些奇力古怪的 这个想法的话 这个菜不怎么好吃你知道吗 我觉得作品也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一些奇力古怪的意见的话 我觉得这个作品没劲 所以呢 倒是这样子 我觉得批评表扬 都要有之最有意思 现在坦顿每年都回一次湖南了 他说 住在纽约就像住在乡下一样 这是一种心境 自由的心境 而这种自由 是自己给自己的自由 一个音乐家的成长 实际上是跟他每一时刻 每个阶段的经历的积累都有关系 这样在我一生中 文化差异 文化冲击最大的两次 一次是从湖南到北京 刚到北京 我都是完全是以湖南人的感觉 看全世界 看整个社会 我一到了那天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鬼吗 鬼多吗 这个地方风土怎么样 这种风水怎么样 这里人怎么样 这里的女孩子怎么样 还是这样子 第二次最大的冲击就是我从北京到纽约 我一下地铁坐在那里 低着头一砍 一排大腿 没有一双颜色是一样的 就是多元文化嘛 多元种族 多元的一个环境 当时我的冲击很大 我说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我后来发现不光只是皮肤语言不一样 所有的吃的烹调 吃的菜啊 吃的饭也不一样 讲的话 穿作习惯都不一样 恰恰我 就是在北京和纽约 这两个我自己觉得撞击最大的两个城市里面 学到的东西最多 恰恰这两个城市 当然这两个城市的感觉是 是建计在我的湖南的这个文化的基础上 我觉得湖南的山水当然给了我很多的养料 但是北京和纽约的这个 这个后来的撞击 我觉得是是把我一步一步的推行了 那么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人还是需要文化的撞击 如果如果 我倒是希望老有文化的撞击 如果没有文化的撞击的话 我觉得倒是死水一潭 这思维的水啊